说了这么多啊 知识点 技巧 是不是 我们下面就来了点刚货了 光说不见假把势嘛 我们要有理论 也要有知识 还要有技巧 同时呢 还要真实的眼泪一下 好了 通过这个进冬项目来说呢 如果我是面试官 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 你一定要回答上来 如果没回答上来 说明你对我进冬金融项目这个学习呢 我觉得同学你还得再去看第二遍 好了 比如我先说一个话题 比如说大家听了我进冬金融这个项目的话 然后把自己的一个历史项目也改造好了 类似于这种类似的风格和方式 那么你肯定简历上会有一个 对吧 某一个项目用了VOE框架 那我同学我现在就开始问了 为什么要选择VOE框架 大家去想一下 现在你就要回答这个问题 好 想到这个问题呢 我再问第二个问题 说VOE的双向绑定是如何实现的 其实这个问题设计到背后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 双向绑定它用了什么样的设计模式 然后这个设计模式能不能手动写出来 很多细节可能都要去深挖 对不对 总之会围绕双向绑定 因为VOE框架本身最大的特点就是双向绑定 当然了 它现在最新的已经好像不支持双向绑定了 对吧 这个没有关系 总之呢 VOE最好的方式就是双向绑定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就是问你 有没有使用过CSN model 对不对 当然了 你如果在简历上已经体现出使用过CSN model 那面试官可能会问你 CSN model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那么VOE如何做到CSN model 对吧 这个同学你学了精通精通这个项目 这个问题还能难得住你吧 对不对 因为CSN model是现在CSN是比较新的技术 你的面试简历中体现了一点 这种问题一定要答得出来 第四个 说开启了CSN model之后 如果还使用了第三方的库 第三方的插件 怎么去跟构建工具融合 CSN model就是用变量的这种局部作用域吗 如何去做呀 你既然使用CSN model 你是不是要把CSN model背后的原理要掌握清楚一下 对不对 其实这个 我们这个项目中是不是已经给大家演示过怎么用 不知道同学是不是要回去看一下了 那么再问一下 说同学你安装了VOE VOE的安装包有几个版本 这个大家听了我讲构建工具的时候 你应该知道 这块我可给大家讲过 对吧 就是你NPM14到VOE VOE下面这个安装包里有几个版本的 对不对 大家想一想 然后会问你说 这块你构建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啊 你的同学可能就说不知道了 对不对 为啥不知道 因为你用的是VOE CLI官方的个交手架 你没有独立解决过这些问题 你当然不知道出现过什么问题啊 如果你自己像我们这样 这个项目中 说你自己手动的通过WarePank去做构建工具 你可能会遇到问题 对不对 我们当初是不是给大家演示了 你直接去做 对不对 遇到什么问题 还记得 Without Alicious 网络配置怎么配置的 为什么会出那个问题 这不就是安装包的问题吗 对不对 好了 还会问你说 你这个项目有什么特色呀 解决过什么问题啊 你用着什么样的技术方案呀 那这种问题 还用我再给大家说吗 对不对 我们这个项目中 可罗列了不少 我们再去看一下 下一个演练 如果问你说 你为什么选择WarePank构建工具啊 对吧 现在构建工具有哪些啊 WarePank RowUp 对吧 还有 就是你这个项目中 怎么使用WarePank的 如果面试官问你说 WarePank怎么配置的 大家能说得上栏吗 然后 哎 你总的简历说 可能可以用DVServer 那面试官 你只要用WarePank 很多面试官都会问你 DVServer的原理是什么 对吧 这个是很简单的问题吧 最三个 就是问你 如果让你来实现一个 WarePank的loader 你该怎么做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 既然大家都用WarePank 如果连这几个问题 都答不上来的话 怎么证明你用过WarePank 那只是 IPM14WarePank 或者是 只用过人家官方那个 VOECL 那你像这些东西 你都不了解的话 我怎么去交代你一个独立的事情 你能把它做好呢 对不对 深度不够嘛 还有就是 如何去做任务管理的 既然是做构建工具嘛 你构建工具 有很多的这个编译的选项啊 比如说我这个是编译开放环境的 我编译生产环境的 对不对 我就想动态的监听某个文件 这些任务管理是怎么做的 我们怎么做的 我们用的是NPM scripts嘛 对不对 那做任务管理还有哪些工具啊 GAP Ground 不都是吗 我在彩票那门课中 我用的是GAP 我们这门课用的是NPM scripts嘛 它都是做任务管理的嘛 这个是一个知识点 我们再看一下 关于那个你的项目有什么特色 我们单独给大家拿出来去讲一下 对于我们这个项目来说 非常重大的几个特色 一个是自适应方案 一个是模块化的设计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这个模式化是包含CSS和JS 大家要去自己去整理这个语言 怎么把它说出来 这是我们项目中非常大的两大特色 非常重要的 那么解决什么问题 怎么解决的 用到什么技术方案 这个是我再次强调的 这个是面试官通常会问的 反正我经历了这么多问题 没有遇到或是哪个面试官没问过我的 即使他没问过我 我也会说出来 我找个机会把这个说出来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再次给大家拿出来讲一遍 比如说我们这门课中 经过这门课中我们解决过什么问题 我们解决过自适配的问题 包括怎么去把这个 Viport的那个JS跟Warefile去打包 对不对 就是要解决这个计算方式的问题 然后你这时候怎么描述呢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方法 就是问题先描述 就是自适配方案 比如说你想去聊 自适配方案这个特色 当然了 这个特色其实也就是因为 我解决什么问题 我解决的好 它不就是一个特色了吗 其实这俩有相似之处 那特色去描述之前 要是把问题说清楚 就是说自适配在一栋端 它要适配很多种设备机型 那么大家通常的做法呢 是通过Media加REM的方式去做 那这种方式的缺点 就是因为Media 它是有一个优先级的 对吧 我设置什么宽和高 什么设备类型 这种识别 然后你下面有多个Media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优先级覆盖的问题 那如果你覆盖的不好的话 会导致失效 那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呢是 设备太多了 我一个一个去适配 大家知道 去做测试 公司会给你买几个测试机 有的公司很小 其实连测试机都不给你买 只拿自己的手机测试 或者是借同事的几个手机测试 覆盖的面很窄 那出了问题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你这种方案 不具备通用性 这就是问题所在嘛 对吧 你怎么解决的 这个不用我说了吧 我们课程前面那个章节 都说的很强出了 一个是怎么去做的 对吧 原理是什么 我们前面都讲的很详细了 用什么技术方案 这个跟这个怎么解决的 其实是一回事嘛 这个技术方案就是 是动态的去算form size嘛 然后背后的原理就是REM嘛 关于那个CSS中 我们怎么根据一份设计稿 对吧 设计稿是5S下面的 比如说它就是40像素设计 我们就按40来 我们不考虑其他的东西 那怎么实现的 不就是PS2REM嘛 用了一个loader 就把所有的样式的PS 转成REM 对吧 然后这个REM 在动态就算form size 这个我啰嗦了一遍 其实不想给大家说的 但是我就怕大家太懒 不会总结 所以给大家再梳理一遍 第三个就是 你对自己的项目是否满意 有没有改进空间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大家看着挺简单 觉得这个没什么好聊的 有的同学说 有太多了 但是让你说 有哪些太多的空间 你又说不出来 那这个的话 你可以去聊 比如说压缩 就是JCB压缩 然后包括我们这个项目中 给大家留了一个小缺口 就是VoE的一个 一部加载 对吧 我们在课程中 没给大家讲 因为我觉得 我们这个项目太小 对吧 也不是说我们这个项目太小 就是说 这个项目的这个代码 压缩出来 按我们这个设计出来 代码量很小 没有必要再切割成几个文件 所以我也没给大家 特意的去讲这块东西 那这个东西的话 但是你可以在面试的过程中 去说改进空间 让面试官知道 你有这般的想法就可以了 不一定项目中真的去做 怎么个意思呢 是说 比如说 我这个项目非常庞大 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这个 VoE组件都打包成一个JS 对不对 那VoE官方是支持切割的 就是我每几个路由 打包成一个文件 然后其他的组件 是易不加载的 那么通过点路由的时候 路由动态 就加载这个组件回来 那没有意识支持这个 那这个就是改进的空间 我这个地方 给大家做一个提示 大家可以有自己更多的思考 对不对 你在我这个项目的基础上 去发现不足 然后去找这个改进空间 去聊就好了 还有这个问题 是我在去哪网 还有腾讯 都被问到的一个问题 就说你看 你当时那个项目啊 比如说是13年做的 或者是14年做的 那个时候 你是这样的设计和思考 如果现在放到现在这个时代 让你重新来设计这个项目 你的思路是什么 你会怎么思考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发散性的问题 面试观众在考察 你的知识面 有没有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 你的技术站在更新 这是一个考察点 第二个 就是要看你这个 能不能快速的 对过去的项目 有一个深入的记忆 这个记忆 就是考察你那个项目 当时做的时候 是不是走心了 说白了 如果说过去的项目 你都忘了 怎么做的了 对不对 你当然说不出来 那你重新设计怎么做 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的好的话 其实几分钟 就可以总结得很好 比如说我用什么样的技术 我该怎么做 然后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把这几个说清楚 然后这个问题呢 面试官就已经很满意了 在这个项目中 大家会问你 因为你的简历中 前后段分离嘛 好了 那还会问你说 前段的路由是什么原理 这个问题是非常常见的 为什么呀 你的项目中是用的VOE 然后前后段分离 用的是VOE router 面试官问你 前段路由是什么原理 这个问题 我告诉你 只要你简历上 敢写VOE 他就敢问你 对吧 那前段路由是什么原理 这个不用我讲了吧 我们前面的章节 给大家讲的非常清楚了